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UE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UE咱们做一个模态窗体吧 而且还是不能关闭的那种 给人添麻烦是吧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用VUE开发一个网易的APP 对吧 咱们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弹出一个窗口 对吧 让用户输入一些基本信息 如果用户校验失败的话 就不让它过对吧 就不能关对吧 咱们也许会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如果有这样需求的时候 咱们该怎么做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这么一个空间 好 咱们开始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学会使用VUE组件 大家哪个组件 就是这个 VUE Sense Mode Window 这个是一个开源项目 我一会给您看一下 我用一下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很好用 所以说给您做一下介绍 好不好 是这样 今天咱们课程的前提 请使用我的BVUE的模板 我这个模板里面 其实没什么代码 就是给您加上一个VUE 同时加上一个Buddle Strap 就这么点东西 什么都没有 我这个模板的介绍视频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里面有介绍 好 咱们先少去先看一下 今天咱们使用的 模态窗体的官网 咱们访问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开源项目 代码也不是很多 大家请看 显示英语了 就这个网站 OK 这有一个窗体 一会儿我给您演示它的效果 该怎么用也有 让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代码 看我的视频就够了 先少续 咱马上实战演习 首先 我先启动一下 我本地装的这个BVUE模板 试一下 进入我的Walk文件夹 然后进入BVUE 然后进入模板之后 因为我的工程 就是标准的VUE工程 所以说咱们直接就能乱起来 一会儿看代码 啥也没有 里面 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个BVUE 又喜欢VUE 所以我就把它们俩结合起来了 咱们看一下 大家 我模板的什么都没有 空了对吧 About 都没有 OK 那咱们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 咱们加一些代码 完成今天的功能 我这再启动一个VSCode OK 这是我的模板 里面也看 空了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今天我想在哪家 我就准备再看看 在这个About的Page里面 咱们加点东西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 回到我的课件 VSCode 怎么做 首先咱们在这个工程目录下 咱们把这个第三方的Code Model Windows安装进来 好吧 咱们执行这行命令 把它安装 好 回到控制台 先清空 然后安装一下 Go 因为它代码量比较少 所以说花的时间并不是很大 不 不 还得看今天这个网络情况 其实我有时 网络情况不好的话 且连不上 OK 安装完成 清屏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干什么 我两个VSCode使用下 就是别扭 在咱们About里面 咱们加入这段代码 首先加个按钮 对吧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会弹出这扇窗 对吧 然后下面呢 是这扇窗的描述 这个代码是这扇窗的描述 这个地方呢 有些这扇窗的行为 一会咱们都会看到 然后这个 在这扇窗的里面 我有两行代码 用户 有两行这个输入 一个是用户请登陆 一个是输入您的验证码 对吧 就这么点简单东西 咱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到哪去 拷贝到咱们刚才的这个工程里面 这个位置就完了 对吧 我这加个 加一条线吧 好吧 OK 然后拷贝过来 整理一下代码 存盘 行吗 然后还没有完 接下来 咱们只说应用它的地方 那咱们应该把它导入到咱们工程 咱们导入 在script脚本的部分 咱们把这个酷 import进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模态创体的酷 就是一个VUE 它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VUE的组件 对吧 引起来之后 因为是组件 所以说在组件这个地方 声明一下 这个模板里面都有啊 声明一下 声明完之后 因为它的这个组件啊 用到咱们data里面 这个show model这个属性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data里面 还要把它给返回回来 它用到这个变量 对不对 咱们VUE史 熟的朋友都好理解 对吧 OK 经过这么几步 简单的几步 这个组件就可以使用了 好不好 咱们马上用用看 运行 你看我这真是 npm run 一个server 走 启动起来 没有错误的话 应该没有错误 对吧 咱们运行 OK 咱们回到咱们的browser 我点刷新 没出来 为什么 因为在我这about的配置里面 出来了 大家请看 打开一扇窗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还出现一扇窗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看我的行为 当我这鼠标 大家能看到我鼠标吧 我点击这个灰度的地方 一点 它消失了 对吧 再来 我点这X时候 它也消失了 还有 当我点我这个键盘上 我现在输键盘 任何键是没有反应的 当我输入这个escape esc键的时候 它也关闭了 它的这个组件 提供了三种关闭的方式 咱们都来看一看 好 咱们看 它哪三种 第一 大家请看 按escape的时候 可以关闭 这个地方 咱们比如说成false 好 再看 这个地方可能 按F5 刷新一下 虽然它是即时编译 但是有了很多时候 这个GS的地方 它即时编译 不能反应 好 咱们不说 再看 打开一扇窗 没问题 按escape的时候 大家请看 不能关闭了 没问题吧 但是 点空这还是可以关闭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 大家请看 当鼠标点击外围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关闭 我这如果设成false的话 那会怎样 咱鼠标点灰度图的地方 也不会关闭 咱们试试 点这 escape 关不上了 鼠标点灰度的时候 大家请看 关不上了吧 OK 但是我点X是可以关上的 没问题吧 那么最后这个 我把这X给你去了 这地方 就说是否显示这个右X 对吧 我如果把这X给去掉的话 这就麻烦了 我再运行 这个就会给用户添麻烦 咱们大家不要这么做 咱们看 再点击 出来了吧 按escape 清除不了 然后点灰度图的地方 清除不了 又没有X可以点 完了 这画面死了 用户什么都干不了了 看见了吗 不想点about 这都不行了 干不了了 这个其实是给用户添麻烦 所以这个功能虽然有 但是大家要慎用 那怎么办 我这回车之后 它又出来了 对吧 这又不行了 对吧 好 就说明 如果咱们想控制用户 某种行为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谨慎的 把这三个都使用false 咱们比如说 起码得给人留一个叉 比如咱得给人留个这个 对吧 就是说 我可以点escape 不让我关 对吧 稍等我再回来 我可以点escape 不让我关 我点了灰度不让我关 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输入 比如说这给用户显示个广告 对吧 因为他不想看 但是他就去掉不了 他只有手动点这 才能把广告去掉 但是很烦人 这样做的话 也是给用户添麻烦 不管怎么说 VUE我找到了这么一个 模态窗体的组件 我用一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 今天做个视频 推荐给大家 代码量也不是很多 咱们再看一下吧 首先 咱们如果想导入这个组件的话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 安装到您的工程当中 对吧 然后在html代码部分 写上这么一个模态窗体 然后用这个方式打开 然后在您的整个 自己您的页面的组件当中 这个地方要给它生命一个收莫痘 当然你写其他的 编量也都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咱在这个地方 input一个组件 组件中声明一下 就可以使用 这个就是标准的 VUE组件的标准的使用方法 非常非常的标准 没有质疑 好不好 而且非常的简单 推荐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VUE 咱们做一个模态窗体 而且还不能关闭那一种的视频的分享了 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期视频 这期视频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方网站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 请对应一下我的视频频道 而且点赞帮我转发 OK 那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 赞下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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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